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 他說在一個地方的酒吧 一個顧客 把一個空的酒杯 把他給這個 在這個櫃檯上面往前推 推到前面要讓那個服務員 把他裝滿 結果的話 太用力了 結果這個酒杯就揮出去了 揮出去以後 他就問了 然後揮出去以後 這個櫃檯高度是1.33公尺 揮出去以後 掉在這個地方的話 距離 這個櫃檯底部 0.9公尺 0.90 他有效數字是2位 0.90公尺 那麼他現在問說 A小題 他問說 這個 射出去的瞬間 這我們叫V X I 射出去的瞬間 他那個 速度多少 射出去的瞬間 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根據指點運動的獨立性 他在牽指方向 他是自己有落體 水平方向他是等速移動 我們先算他的那個落地時間 一開始的時候他牽指方向速度等於0 自己有落體的話 那個是1.33公尺 那個是1.33公尺 等加速度運動 初速等於0 是等於1.2公尺的GC平方 乘以9.8 T平方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算出他的這個 時間來 這個T是等於多少 2乘以1.33公尺 除以9.8公尺 開更好 然後這個 水平方向是等速移動 就是說 VXI 乘以多少 乘以這個時間 等於多少 等於0.9 所以我就曉得 VXI等於多少 水平速度 是等於0.9 除以T T就這個 乘以他的倒數 根號 2乘以1.33 分之9.8 那我現在的話呢 就可以把它給算一算 把它算一算的話 這個 這個的話是 這個 9 0.8 0.8 除以 括號 2乘以 1.33 2乘以1.33 括號 這個 等於 再 給他的開更號 好 這個是 0.5 0.5 等於 哇 錯誤 我來看喔 那這怎麼辦喔 這個是 先給他刮好了 9.8 9.8 9.8 除以 2 再除以 1.33 然後括號 開放 0.5 開放 再乘以 0.9 0.9 0.9 等1 這個是 1.727 1.7274 對不對 但是因為他那個 這個是0.90 他那個 這個 只有兩位有效數字嘛 那加減乘數的話 這是三位嘛 這是 這個是兩位嘛 那 9.8的話 他應該是 兩個 他是一個常數啦 總之 就是兩位啦 算出來就兩位 那以下是什麼路 所以 1.72 這個 兩位嘛 所以1.7 這是公尺 每秒 所以他射出來的水平速度呢 是1.7 公尺 每秒 好 然後他們說 掉下來這個方向 好 就掉下之前 他的那個 速度的方向 那速度方向 那你就要什麼呢 把那個 水平的速度 水平速度已經知道了 那牽指速度呢 牽指速度多少 牽指速度它是只有肉體嘛 這是等於GT 那GT的話 這個是等於 GT嘛 那這個 這個是1.7 那這是9.8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時間 時間是這個 乘以T 這個VX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0.9 0.9的話 除以T 乘以0.9 乘以0.9 那這個是等於GT 0.9 這個呢 這個呢 我把它算一下的話 這個是 9.8 乘以多少呢 T平了 T平了 就這個啦 就是 2乘以1.33 2乘以1.33 除以9.8 0.8 再除以0.9 9.8 消掉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 等於這個 2乘以多少呢 1.33 那再除以多少呢 除以0.9 0.9 這是等於 2.955這樣子啦 那其實兩位以後的數字嘛 所以呢 這個是等於 3.0 3.0 T平了是3.0 那麼這個 Sida的話 等於多少呢 Sida就是等於 反三強的數 T平了 3.0 那我這裡 沒有那個 這個我之前算過了 這個大概是多少呢 72度啦 其餘兩位有效數字嘛 所以這個 虎角 是等於72度 這是第2小題 Mi的話 虎角是72度啦 Mi的話 Sida 虎角 是等於 72度 掉下來 速度掉下來 跟地面的這個夾角 速度方向跟地面夾角 Sida 是等於72度 好 再來的話呢 底下這些 他在闡述說 如何把這個答案給算出來 他有所謂的那個什麼 概念 他這個概念是說 依照我們經驗的話 我們知道說推出去 他的速度的話 大概是幾公尺 1.7公尺每秒 所以我們算出來也是沒錯 1.7公尺每秒 好 然後的話呢 第二個的話 他是 他就講說 我剛剛 剛剛那個解的過程 就是說 我們那個 掉下來的 是自由落體嘛 水餘方向等速運動嘛 那我就可以根據什麼呢 根據這個算出時間來 然後呢 代入這個以後 VT 等於0.9 那就可以把V算出來 他大概是在講這個事情 然後再來 第三部分的話 才是進入了要算 他說 分析 第三部分是分析 然後他說A A的話 他是說 這個空罐子 離開這個櫃台以後 那以水瓶這樣 掉下來 然後點點點 然後他又說 這個XF 等於這個 VSIT XF事實上就是0.9 所以他這裡就有空格 他要空格要你填 這個M 這個是單位是公尺 等於這個 VSIT 這是水平速度的出速啦 水平出速 那這個應該填什麼 當然是填0.9 0.9 這是A 然後現在要解什麼呢 解這個T 解這個T的話 T的話這等於是什麼 等於這個VSIT 等於這個VSIT 這個有個空格 這個空格當然就是0.9 0.9M 0.90 0.90 這是0.90 好 那再來的話 然後他又講 就是說 因為他這個Y 掉下來這Y的話 就以這裡當圓點 然後根據什麼呢 根據這個Y 等於多少呢 末位置 等於多少呢 等於粗位置 Yi 加上 Yi T 這是粗速啦 千子的 千子粗速度 加上 二分之一的AY AY呢 事實上就是說 就是那個重力交入度啦 AYT平方嘛 他說這個 好那現在的話 他是說 掉下來的時候的話 這個Y粗速等於0嘛 這粗位置的話也等於0 我假設以這個當圓點嘛 所以這個就等於多少 這個YF的話 這等於多少 就等於0嘛 加上0T嘛 0T嘛 然後呢 再 再加上多少呢 二分之一 這Z的話是-9.8 -9.8嘛 -9.80 這個是公尺 每秒每秒 然後T平方 好啊這裡要填多少 這裡的話 當然就是填那個 1.33嘛 就是說 掉下來的位 以這裡當圓點嘛 那位也是1.33 這裡要填多少呢 這裡要填那個 -1.33 因為我 我 我現在的話呢 這裡寫 負的嘛 負9.8的話 代表有 定向上為正 向下為負 所以就是負1.33 因為這個 高度是1.33嘛 以這個當圓點 往下算 就是負1.33 然後再來的話 再來的話 他說 現在的話 要把這個 T代掉 T代掉裡面有 VI嘛 那這樣就可以把VI算出來 所以他弄得好像很複雜 OK 好 那就把它移過去 移過去這裡就是0 那0 那0的話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 這個 這裡的話 他有單位的 這是 這是公尺嘛 移過去的話 就變成 1.33嘛 這叫填的啦 填的空格嘛 M 然後這負號提出來 減掉2分之1嘛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這一個的話填多少 填9.80嘛 9.80 這是空格 填9.80 公尺 每秒 每秒 然後再乘以的話 這個再把它代掉 代掉的話呢 就代什麼 代這個嘛 這個就是 這是0.90嘛 0.90 除以那個 VSI VSI 然後平方 好那現在這裡的話 只有什麼 只有VSI啦 那VSI的話 你把它算出來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算出來的 算出來的什麼呢 VSI 剛剛這個算點 差掉了 這是等於1.2 好 那你可以 你可以把它算算看 這個 單位的話 我們就暫時就拿掉 那這樣的話 就多少呢 把這移過去 就 1.33 或者先把這移過去 付得正 那2乘過來 乘以2嘛 除以9.8 9.8 除以9.8 這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平方嘛 然後你就開根號 開根號 開根號就是0.90嘛 除以VSI嘛 那這樣的話 VSI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 0.90嘛 0.90 0.90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 根號多少 根號 根號就是9.80 9.80 再移過去嘛 移過來 那2乘以1.33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算的啦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算的啦 剛剛算的嘛 0.9嘛 乘以多少 根號多少 9.80嘛 那除以2乘以1.33嘛 在這裡 事實上是一樣的啦 就是說他這個分析 分析的那個過程喔 就是我剛剛 剛剛在做的那個做法嘛 那你就把這個 把這個空格裡面的那個數字把它填進去就好了 這個的話有幾個空格呢 有 A的話一個空格 一個空格嘛 這個多少呢 就是這麼多空格就是了 0.9 0.9嘛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是多少呢 負的1.33 再來就是1.33 1.33 這個呢 9.80嘛 跟0.9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算出 VSI 底下是我自己講的 其他的括號這些 都是你要填進去的什麼 他那個數字 要填進去的數字 我現在的確認了 我們現在的確認了 我們現在的確認了